我这双耳朵能听到百米之外的语剑之音 还变不出来十步之外有人拔电吗 这是刘备的相亲大会 没想到主角却变成了赵云 话说一清早 刘备从驿站出发 东道主孙权带着刀斧手迎接 二人一见面 刘备就倍感亲切 孝孙啊 你都长这么大了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呢 你才彼时大 孙权尬住 恨不得当场给刘备唱一出 听我说谢谢 可惜吴国泰正在寺中等待 二人一番尬聊后便步入内庭 刘备见到未来丈母娘 上来一个大鞠躬 卓俊刘备拜见太夫 待起身 当场将吴国泰迷晕 卓俊秀才果然名不虚传 刘备啊 你是龙凤之姿 日月之表 太夫人谬赞了 刘备不敢当 吴国泰看刘备是越看越喜欢 恨不得马上交出自己的养老金 可是吴国泰喜欢没用 一切还得孙上香点头 而孙上香此时已经在幕后观察刘备许久了 虽说刘备比想象中年轻 但孙上香依然不想亮灯 算了 还是等下一位男嘉宾吧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子龙微风凛凛地登上了台 子龙也不自我介绍 而是质问主持人孙权 吴侯 你既让我主公来相亲 为何伏兵一两香 一听着雌性的声音 一见着英俊的面孔 孙上香欢喜的是满面貌油光 刘备低头过鱼 无故泰脸色骤变 他愤怒地看向孙权 孙权策打起哈哈来 两香有伏兵吗 赵云当即介绍其自己的特长 除了他的长枪 便是他的耳朵 说完便一剑炸出了一堆带到架势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刘备率先发话 子龙退下 赵云缓缓收起青钢剑 眼看着杜无甲势退去后 方才退去 边退还边盯着一旁的吕蒙 这要喝战场 吕蒙已经菊花大惨 当然了 赵云这一剑 还是批中了一个人的内心 那人正是一旁的孙上香 看他那拉丝的眼神 这荆州媳妇看来 他是坐定了 与此同时 刘备缓缓起身 跪倒在吴国泰面前 太夫人 若杀刘备就此请诸 吴国泰十分尴尬 歇眼儿质问孙权 你也算是一方诸侯 这是待客之道吗 幕后息怒 孩儿实不知 待我问清楚后 定重则不扰 孙权当场询问下人 是谁安排这迎亲队的 主公 是我 吕蒙 你好大胆子 退下 吕蒙不但是东吴老将 还是周瑜的人 孙权玉石 不知该如何处置 好在 吕蒙会做人 他突然大骂刘备 背心弃义 愤而拔剑砍向他 放肆 吕蒙疯了 来人 拉下去 斩首 主公 电光火石之剑 一旁的刘备想到 自己的二弟还没杀青 吴侯且慢 刘备背心弃义 夺我荆州 杀我将士 今日我要为在南郡阵亡的弟兄们复仇 甘露寺相亲大会 吕蒙突然发疯 刺杀刘备 幸亏一旁的赵鱼一眼金手快 青钢剑更快 孙权恼羞成怒 要杀吕蒙 却被刘备阻止 吴侯 今日是喜庆之日 斩将于亲不利 决定完关羽的生死 刘备开始解释 关于吕蒙口中自己的背心轻衣 可是我这么做 是出于无奈 刘备表示 自己身上流着高祖的血 大而高祖一同的河山 如今却支离破碎 作为汉氏宗亲 重振山河 是自己的责任 可谓责无旁贷 可是我没有本钱 我只有厚着脸皮 向东吴借下荆州 当我入主荆州的时候 我也曾十分愧疚 我知道自己对不起 江东无数死伤的将士 可是我一想到北方 在屈辱中 煎熬的皇上 我只能硬起心肠 哪怕东吴人人骂我 我也要借京香一用 为什么一定得是荆州呢 不是因为你们江东都是蜀辈 而是因为荆州地处要冲 距离中原又近 这样才方便 我日后指导学昌 救天子于危难 今天刘备在这里 可想苍天表明心机 如果刘备侥幸成功 必谢家还想 归于桑田 永不为官 果然有志向的男人最帅 有志向的老男人更帅 一旁的吴国泰内心 已经开始奏响沉溺 眼神也开始拉丝 也看吴国泰被自己迷的五迷三道 刘备趁势蒙攻 刘备今年48岁了 也没有几年可以征法了 我相信在座的都是汉之忠臣 所以在这里 刘备想恳请列位 恳请列位 相助 一时厂商中人脸色各异 最为喜悦的还属孙上香 他本以为赵子龙已经帅得残缺人寰了 没想到这刘备居然还有这一岁绝火 此人的随伤功夫如此了得 日后有福了 身边的丫鬟也提醒孙上香 小姐 你看 这个人一点也不像48岁 本以为刘备表演就此结束 哪想这才只是前戏 刘备伸手就去掏子龙的青钢剑 子龙赶紧按住 算了算了 差不多得了 刘备不管 就请子明砍我一刀吧 还有这样的好事 吕蒙果断上手 让我的血流干 以泄江东诸位裁军 吕蒙缓缓缓走到刘备身旁 我是老大粗 可听不懂你这些万万让 随即抬手就要 却呼听到一声清脆冻枭 这是先前约定好的 孙上香看上刘备的暗号 吕蒙也不管了 依然要看 让刘备能够回到荆州 成王吧 刘备孙权这对欢喜冤家 表面和和气气暗地里却对着一块破石头赌气 话说甘露寺相亲成功 刘备全身退场 回去的半道上看到路中间横着一块巨石 出于交通安全的考虑 刘备决定当一回碎时机 巨石看到刘备逐渐向自己靠近 顿时下的左右晃动 刘备干活前也不忘暗自嘀咕 如能成王八之夜就砍尸为两半 此情此景恰好被尾随而来的孙权看了个正着 他问刘备我们江东的石头招宁扰你了 你要这么对他 刘备呵呵一笑 内心早已想好说辞 刘备年近五旬 却不能为国剿除巨贼 心肠自恨 于是问天买卦 许愿如能破曹兴汉 一剑下去便能砍断此事 孙权一听有卦 顿时起了兴趣 必定谁不想要开卦的人生呢 于是孙权学着刘备 也准备获获这块石头 若能破得曹贼 一断此事 孙权抽出自己的五六剑 缓缓走进石头边 他默默举起宝剑 内心也嘀咕道 如果能成霸王之夜 就砍尸为四分之一 就这样 无缘无仇的一块完整好石头 被两个无聊的人 玩到直接四分无裂 两人相是一笑心照不宣的 手拉手而去 数日之后 刘备孙赏香的大婚如其举行 在一众捧绝的劝酒祝贺中 刘备喝得跟二弟一般脸红 直到深夜 宾客散去 刘备才在龙讨王的搀扶下 准备洞房 可刚到婚房门口 就发现气氛不对 这屋里坐着的 自然是我的十八岁小娇妻 可这屋外两排 武装到牙齿的女士们 都是谁呢 这是洞房吗 这分明是营房吗 龙套王告诉刘备 我们心如节 自幼喜欢无枪弄棒 新婚之夜 自然也要试试 你的枪棒功夫 哦 刘备尴尬的 不知道说什么 自己枪棒功夫要是好 也不会年纪五十了 才阿斗一个儿子 于是他们一旁的小姐姐 能不能换个兵器 比如剑什么的 于是小姐姐带她来到剑架边 任其挑选 刘备随手拿起一把 就往屋里走 婴面却是一道寒芒 夫人 有话请说 何必刀剑想逼呢 夫人也不愿跟刘备逼逼来来 转头又是一番花里胡哨 直接剑底刘备咽喉 将刘备逼到了街角 只见刘备巧妙化解 顺便还剑下了门头上的大红花啊 我刘备别无所长 剑法却是当时一流 可别逼我使出无情剑来 我刘备别无所长 剑法却是当时一流 可别逼我使出无情剑来 刘备孙上香大昏荡夜 孙上香突然犯病 非要耍剑 刘备无奈只能言语威胁 比剑没有人比得过自己 孙上香一心都在耍剑上 也没大伤心 刘备具体说了什么 只是断断续续听到刘备说什么 不长无情等字眼 你不长就算了 还无情 那你怎么给我幸福 孙上香当场大怒 直接把刘备送出的大红花 砍个稀巴烂 只见满天花瓣飘扬 刘备也开始认真起来 孙上香剑指刘备大连 言语威胁 让他赶紧滚错 不要影响自己下半身的幸福 刘备也不挠 一个策划 顺势又抽出一把新剑 二人继续扭打起来 此时刘备已经摸清楚了 孙上香的剑术 也决定不再放水 刘备第一次拿的是把烂剑 被砍断也正常 这次明显是抽中了一把好剑 挥舞剑已经砍烂无数道具 可即便如此 也依然好不过孙上香的剑 二人对峙起来 虽然已经被剑指咽喉 刘备却依然不慌 因为自己成功挑飞了盖头 按照习俗 孙上香已经正式成为 自己的老婆了 不许敬我 否则我真相无几了 这二十年来 我不知流了多少次血 唯独这次是最快活的 说完刘备便没脸没皮的 继续逼近孙上香 孙上香也不敢真的砍了刘备 毕竟自己嫁给刘备 一事板上钉钉 虽然刘备不长 那也比没有好啊 瞧你这汗水 把花梅都冲淡 如此便是一夜 东屋月色皎洁 也不知道这一晚 刘备如何取长补短的 反正次日清晨 孙上香心情大好 饶有兴致地捕着 昨夜被刘备提及的化眉 而老妈吴国泰刺 是已经瞧咪咪的 来到孙上香身后 见孙上香举止间的 妩媚劲 宛如脱胎换骨 过今调侃道 瞧你 一夜之间变了个人呢 孙上香反问吴国泰 那你觉得 我是现在好 还是以前好呢 当然是现在这样好 女人嘛 就该有个女人呀 成天五腔弄棒的 像什么样子呀 孙上香羞涩一笑 表示现在更爱 五腔弄棒了 以上种种便是 刘备与孙上香的 幸福婚姻生活 不再追溯 日月如昨 美好的新婚蜜月 即将结束 刘备也是时候 回荆州了 这日 周瑜忽然找到吴国泰 深情阐述 吴国泰与孙上香的 母女情深 泰夫人 你舍得让小姐 离开你吗 此一去 你们母女俩 就不知道何时 才能相见了 是啊 依我之见 还是让他们夫妻俩 多住些时日 好好陪陪你吧